快來 快去敲吧 快醒啦 快大家快一起來 來到心跳板之間 在這個世界裡面 有許多的快樂 一起遊玩一場的角度 就像快樂天使 多少美好 狂乱時光 盡在七橋板 在七橋板 太漂亮 七橋板 嗨小朋友們 快帶著爸爸媽媽 跟月亮姐姐一起唱起來 跳起來吧 你好寶貝 遊戲時間到了 你好寶貝 我們一起玩吧 你好寶貝 你準備好了嗎 先來打個招呼吧 嗨你好 寶貝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小朋友 我是小朋友 我們是來自 山東蘭陽 與夢瑤的家庭 我是多米爸爸 我是多米媽媽 我們是 幸福到一家人 你好寶貝 我看見你笑了 你好寶貝 爸爸媽媽也笑了 你好寶貝 我們來擁抱吧 快樂時光開始了 快樂時光就要開始了 快樂 親自遊戲 充氣棒 趕小球 遊戲道具 充氣棒 小皮球 或紗包 標誌物 遊戲玩法 遊戲時 寶寶先從起點出發 用充氣棒 將小球 或紗包 趕至終點 繞過標誌物後 再將小球趕回起點 交給爸爸或媽媽 爸爸媽媽出發 重複以上動作 繼續遊戲 最後看規定時間內 寶寶和家長 往返的次數 遊戲目的 提高寶寶身體動作的協調和靈敏 充氣棒 趕小球的比賽規則是這樣的 這個遊戲當中呢 需要我們的媽媽出場了 媽媽和寶寶要接力完成這個比賽 從起點出發的時候呢 手持充氣棒 要邊走邊趕沙包 到達折返點之後 和爸爸擊掌 然後再回到我們的出發點 和媽媽接力進行 我們看看在規定的時間之內 哪一組家庭往返的次數多 哪一組家庭就獲勝了 好 都做好準備了啊 聽我和金豆哥哥的口令 預備 開始 欸 他們不是敢 姓仁是褚 你看看 推 這個遊戲呢 主要是鍛鍊孩子們的協調能力 對 以及他們的這個 立體的配合能力 對 哇 不可以用手直接推啊 對 一定要我們從起棒來趕 哦 天堡媽媽的速度很快呀 對 哇 杏仁現在已經找到了自己的方法 哦 天堡好像遇到了問題啊 哦 天堡和木居的媽媽 剛才發生了一點小小的碰撞 有很多小朋友他們不是敢的方法啊 他們是推的方法 對 衝去棒推著沙包走 其實也可以 手 眼 腳 之間的配合非常的重要 哎呀哎呀哎呀 杏仁趕你出發了快 和媽媽接力進行 哎 南希是一個特別特別緊身的小姑娘 你看她每次呢 速度雖然不是那麼的快 但是呢她非常的穩 一點點推著頭 對 我覺得這樣的心態非常好 對 我們就是注重過程嘛 哎 怎麼有人趴著推了 累了杏仁 杏仁快跑起來 跑起來站起來 哎呀 在比賽的過程當中呢 發生了一點點小小的插曲 南希的這個沖氣棒泄氣了 爸爸趕快拿起沖氣棒來給她吹脫 哎 南希加油南希 哇哇 不能用手啊 要用沖氣棒來擀沙包 我覺得沙包啊不好擀 不如球好擀 球它圓得自己還能滾滾 沙包是瘋的 還有五秒鐘的時間 啊 還有五秒了 五 四 加油加油 三 二 一 停 停 哎呦 哎呦 怎麼了 穆汁的媽媽 剛才有一個壓哨球啊 不要著急我們看到了啊 著急不著急 來來來來來來 穆汁的媽媽剛才非常的激動 剛才我看你好像是頭著地了 是怎麼的 沒有沒有沒有 屁股著地了 哦 屁股著地了 剛才有壓哨的那種感覺啊 最後喊停的時候 把這個球趕回來了 對 穆汁覺得媽媽剛才表現棒不棒 棒 哦 棒 給媽媽點個讚 抱抱媽媽 鼓掌 好 好 親自遊戲 福底抽新 遊戲道具 家庭準備泡沫地墊若干 遊戲玩法 要求寶寶站在20片地墊上 與家長配合 寶寶每跳一次 家長抽出一個地墊 抽完全部地墊後 反向將地墊再依次放入寶寶腳下 重複動作 在規定時間內 既抽出或放入地墊的次數 遊戲目的 鍛鍊寶寶的跳躍能力和鞋做配合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的寶寶和媽媽們已經做好了準備 每個人面前呢 有20塊小墊子 嗯 好 所有的寶寶和媽媽 聽我和金豆哥的口令哦 好 都已經做好準備了 計時開始 這個遊戲呢 可以充分鍛鍊孩子的跳躍能力 和腿部肌肉 哎 杜月姐這個遊戲 你有印象嗎 小時候你玩過類似的嗎 沒有 我小時候玩過類似的 沒有 但是不是在墊子上面去進行的 跳完了繼續 再往圍上 安迪說她已經跳完了 如果跳完的話 可以進行反向操作 我建議你們把它落好 對 要不然 哎 對 把墊子抽走很簡單 但是把墊子重新落回去 對於 孩子和媽媽之間的 配合的要求呢 會更高 而且呢 對於寶寶的這個跳躍能力的要求呢 也會增加 如果墊子沒有擺好的話 很容易從墊子上面滑下來 天寶已經把媽媽的頭髮 弄成了爆炸頭 張墓芝你表現得很棒 哎呦 哈哈哈哈 不禁誇呢張墓芝啊 加油 加油 因為我們離寶寶和媽媽很近啊 現場此起彼伏的 一二跳 一二跳 全是這樣的口令 好準備到計時了啊加油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時間到 哎呀 來看看 看看媽媽 天寶媽媽 頭髮怎麼就這樣了 這個天寶是怎麼給媽媽弄成這樣子的 怎麼沒事 因為天寶媽媽呢一直怕天寶摔倒 所以之前告訴天寶死死的抓住媽媽的頭髮 然後比賽結束之後就變成這樣了 那麼愛美的媽媽為了寶寶的健康 犧牲了自己的形象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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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ter 要去找手 你會試試看 可是要去找手 有一個小球 你會再找找手 我一定會想找手 我會找手 我會找手 你會找手 你會找手 這是不想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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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爸爸妈妈可以多锻炼他的动手能力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这个年龄段的宝宝开始进入书写敏感期 非常喜欢拿着笔在纸上涂涂画画 爸爸妈妈不要操之过急地教他写字 保护孩子书写的兴趣更重要 可以给宝宝提供丰富的书写材料 例如用毛笔在地上写 用小棍在土里写 或者用水彩笔在餐巾纸上写 来激发他的书写兴趣 成长关键词 动手能力 书写能力 这里有一位大壮妈妈 他说我家娃五岁男孩活泼开朗 喜欢交朋友 可是在幼儿园有好几次 他和其他小朋友闹矛盾 差点打起来了 那作为家长 应该如何提高孩子的社会交往能力 教他怎么样来学会处理这些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社交能力 是个年龄段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如果当孩子他没有一些社交技能 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又加上急躁的时候 他就容易跟孩子大打出手 当然有矛盾 但是我们肯定是要教会孩子 不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 去处理朋友之间的矛盾 应该是学会有策略的去解决 这个也是我们尤其是男生 男孩子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那么在这里呢 其实可以设置一些小情景 在平时幼儿园的时候 帮助孩子去慢慢地学习 比如说只有一个玩具的时候 那两个小朋友都要玩 怎么办 我们能不能商量 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先 你先做什么 我先做什么 这样的话就能够有一些分享行为 那其实最重要的一些内容呢 就是说还是要教给孩子一些技能 你比如说我们去看啊 就是有一些环境场所 有的孩子就是别人在玩 他一下就去进去抢别人的东西 然后你怎么让别人跟你 共同玩这个游戏呢 你可以叫做一看 二夸 三加入 一看来就是先关了他们在玩什么 玩得真好 二夸 就是你玩得真好 对对对 一看二夸 三参与 然后这样的话大家就跟你一些就很自然地融到一起 然后也不会发生矛盾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发生矛盾之后 就是孩子要怎么处理 有些时候也是说要有一些技巧的 有的爸爸妈妈就简单粗暴 比如各打武士班 这也是不对 你要分清楚这个事情的这个来龙去脉 以及谁对谁错 然后给他一些这个正面的引导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 能够帮助孩子建立一些社交技能 然后也能够得到别的同伴的更多的喜欢 我觉得社会交往这是幼儿阶段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便 非常好的建议 谢谢杨老师 谢谢 大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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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蘑菇 小蘑菇 蘑菇 大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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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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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蘑菇 大蘑菇 小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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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蘑菇 大蘑菇 小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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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蘑菇 小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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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蘑菇長得好酷酷 一個一個搭著傘 走進草裡一樂圖 大蘑菇 大蘑菇 小蘑菇 小蘑菇 蘑菇長得好酷酷 一個一個搭著傘 走進草裡一樂圖 大蘑菇 大蘑菇 小蘑菇 小蘑菇 蘑菇長得好酷酷 一個一個搭著傘 走進草裡一樂圖 金子遊戲 趣味擦地 遊戲道具 家庭自備毛巾或浴巾若干 遊戲玩法 要求寶寶和家長 促身雙手和雙腳著地 不能改變身體姿態 遊戲時 寶寶和家長 雙手伏地壓住毛巾 寶寶先出發 從起點擦地到終點 再回到起點 然後家長接力進行擦地遊戲 在規定時間內 即往返擦地的次數 這個遊戲特別有意思 需要我們的爸爸和寶寶同時 來參加這個比賽 爸爸們又要流汗了 我覺得今天是爸爸痛苦的回憶 比賽開始之後呢 我們的寶寶 要手拿著毛巾 從出發點出發 注意四肢 膝蓋都可以著地 然後到達我們的折翻點 繞過追桶 回到起點和爸爸接力 這個時候爸爸的姿勢 要發生變化了 只能手 腳 粘地 其他地方不能夠接觸地面 好難啊 你平常讓爸爸膝蓋朝地擦擦地 都不太可能 今天膝蓋還不朝地要擦地 鍛鍊身體嘛 啊 好吧 我覺得這個遊戲啊 特別的有意思 因為在遊戲的過程當中呢 不僅可以鍛鍊寶寶 而且呢 讓爸爸媽媽也可以更多的了解 自己的小寶貝 我怎麼覺得這個遊戲 主要是鍛鍊爸爸呢 哈哈哈哈 好了 話不多說 請我們的寶寶和爸爸們做好準備 計時 開始 好 開始 哇 小朋友一看在家裡經常幹活啊 對 要繞過追桶啊 要繞過追桶 哎 我發現小朋友好像是 膝蓋不著地反而快 如果不繞過追桶 是不是有可能就這一探不算了 對 哎呦呦呦呦 看聲要繞過追桶啊 繞過去 對 天堡爸爸幹啥啊 天堡爸爸 你這是有點不算吧 他那有點送毛巾的意思 爸爸這個襪子穿得好像不太得當 蹬不上啊 哎 穿鞋就好了 對 我們也是為了 增加點難度 安迪的爸爸這個腳上蹬不上力量啊 哈哈哈哈 哎呀 杏仁要繞一圈 繞一圈啊 繞一圈 對 如果不繞這一圈就不算了 哎呦 這是誰的爸爸 兩隻手兩個抹布 哎 墓汁的爸爸 墓汁的爸爸一看在家沒擦過地 哎 我覺得這個遊戲啊 孩子比爸爸們完成的要好 當然了 特別輕巧 從小幹活 哎 你仔細觀察一下 墓汁在那邊比賽 爸爸在旁邊 完全是參觀者的心態 沒有一點這個 參與者的這種心態啊 我覺得啊 這100個好玩的親子遊戲 今天的這幾個 大多數都是媽媽設計的 哈哈哈哈 三到四歲這個年齡階段的孩子呢 他們對所有的事情呢 都充滿了好奇心 在家中的時候呢 可能只有爸爸媽媽陪伴了他們 那麼到了外面 接觸了社會之後呢 會遇到各種各樣的事情 和各種各樣的人 那麼在有時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的爸爸媽媽也可以通過孩子們的表現 對孩子的了解啊 會更加的深入 哎 木之爸爸出場了啊 木之爸爸出場了一跤 木之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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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腿 木之爸爸臂力驚人 他用雙臂拖住雙腿 好 倒計時了 倒計時了 像一種小動物企鵝 海豹 好 倒計時了啊 5 4 3 2 1 停 不要動 木之爸爸不要動 來來來 哈哈哈哈 哎 你有沒有覺得 你有沒有覺得你特別像那個海豹 哈哈哈哈 太累了 哎 太好了 但是 過來過來 坐爸爸懷臉 爸爸表現多好 剛才 爸爸 這兩塊小抹布的設計 是誰為您決定的 我老婆 哈哈哈哈 平常在家擦地嗎 擦 但是不是這種方式嗎 真擦嗎 對 我問媽媽她擦嗎 真擦 哎呀 真是 都是她擦 然後 所以我努力掙錢 努力擦地 蹲地機 哈哈哈哈 哈哈 太累了 哎 整場我覺得 木之爸爸剛才這個 真是吐露了心聲了 太出彩了 太累了 哈哈哈 哦 今後還會和寶寶玩這樣的遊戲嗎 呃 會 啊 還要玩 累 多累也要玩 哈哈哈哈 木之爸爸 剛才我們這個遊戲的過程很精彩 那你有沒有仔細觀察過木之 木之在我們的節目現場和家中有所不同嗎 呃 不同 呃 有哪些不同地方 呃 特別活潑 呃 特別釋放自我 哎 說這些面上的話 說明她根本沒有注意到木之的表現 就累的 我看她一直在那喘 哎呀 表現不錯不錯不錯 給木之爸爸點個贊 謝謝 謝謝 寶寶們 也給你們爸爸一個大大的擁抱 大大的吻好不好 對 對 對 鼓勵鼓勵爸爸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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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遊戲跳跳馬 遊戲道具 家庭準備充氣跳跳馬 遊戲玩法 爸爸媽媽分別坐在起點和終點 寶寶騎上跳跳馬 從起點出發 跳向終點 爸爸親一下寶寶以示鼓勵 之後寶寶折返跳回起點 媽媽再給寶寶一個親吻或擁抱 依次往返 在規定時間內 看寶寶能夠往返多少趟 這個遊戲呢 其實也是我們七角板 非常非常經典的一個遊戲了 之所以經典 是因為很多小朋友都非常的喜歡 遊戲規則呢也很簡單 我們的小朋友要獨立完成這個遊戲 他們騎上跳跳馬 從起點出發 然後到達折返點 然後在爸爸的幫忙下 調轉碼頭 再回到出發地 我們看看在規定的時間之內 小寶貝可以完成幾次跳跳馬 好 那寶貝們做好準備了嗎 好 3 2 1 開始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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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怎麼她一開始就調轉碼頭了 就可以加油 秋和仪的哥哥一直在喊加油加油 好好啊 一直在鼓励妹妹 秋和仪加油 你是最棒的 加油加油 跟小宝贝们一起来玩好不好 来 加油 我们可以看到刘明静豪这个节奏非常的好 他现在已经完成了四趟 他都完成四趟 对 这些宝贝都一点都不娇气 从马上跌落下来 也不哭也不闹 自己爬起来 继续比赛 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全 在我们的赛道上也铺上了软垫 刘明静豪加油 加油加油 静豪加油 骑上马继续向前 筋斗不要注意你的发型了 对 继续向前 他跟你一样 静豪加油加油 比较在乎发型 静豪刚才是领先 现在呢 是在原地休息一下 你看静豪现在马上就骑上马了 向爸爸那边奔去 静豪加油 哎呦呦呦呦呦 灵溪也找到感觉了啊 越来越稳 秋和仪 来 我领着你往前走好不好 5 4 3 2 1 停 哎呦 我们看现在谁留在场中呢 来 小金豆过来 我觉得你刚才很厉害呀 你自己有没有算过 你自己来回跑了几趟 我就不知道 你觉得你自己最后的成绩 能拿第几名 我 我第一名 第一名 自己表现非常的棒 对不对 嗯 哎 你觉得刚才这个游戏难不难呀 不得 很轻松 你平常经常玩这样的游戏吗 嗯 跟爸爸玩的多吗 多 跟妈妈玩的多吗 不多 不多 为啥跟妈妈玩的不多呢 妈妈没学过 妈妈没学 哦 这种游戏是要现学的是吗 那跟妈妈都玩什么呀 都玩那个街球的 玩街球的 哦 爸爸是玩跳的这种游戏 对 体力的还是爸爸就好 哈哈 七桥版育儿小贴士 给不断成长的父母 宝宝总是冒出新奇的想法 宝宝快四岁了 他的创造力令人吃惊 脑子里总是充满了新奇的想法 思考能力也进一步加强了 能够区别不同颜色 大小及形状的物体 告诉你它们放在什么位置 还能根据今天和明天来理解昨天 三到四岁 是宝宝自我意识觉醒的第一个阶段 随着年龄不断增加 能力不断发展 这个阶段的宝贝已经认识自我 知道我就是我 我还挺能干的 愿意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爸爸妈妈可以根据宝宝的兴趣爱好 正确地引导培养 这些天赋将会伴随他的一生 成长关键词 创造力 思考能力 自我认知 这里有一位童童妈妈给我们留言说 我家宝宝两岁了 最近感觉呢 她的脾气越来越执拗 比如说同一故事 听了一百多遍还要听 还有就是一点小事稍微不顺心呢 就不依不饶大哭大闹 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你有什么解决的好的方案吗 首先我们还得懂孩子 我们得知道孩子为什么是这样 好多父母可能都疑惑说 我的孩子以前一岁多的时候 特温柔可人 怎么到了两岁的时候 就脾气渐长 然后越来越不好带了 那也有这么个说法叫做 可怕的两岁 恐怖的三岁 那这是其实我们应该为孩子的执拗和叛逆 去点个赞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孩子的自我意识发展了 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 他开始在想说我要怎么样 所以两岁多的孩子呢 他们的口头禅就是不 然后你说要睡觉了 他说我不叫叫 吃饭了不饭饭 然后叫叔叔不叔叔 那时候不自成了孩子的口头禅 同时的话呢 孩子对自己啊 他有把握的事情啊 他心里边啊就觉得特舒服 他要一遍一遍的去体验那种把握的 和那种确认感 所以看过的故事 听过的儿歌 还有呢就是体验过的事情 他要一遍遍的再来一次 那个过程里边 那孩子是非常享受的 那种确认感和把握感 那么同时啊 他对自己心里的那样的一个图景 格外的执着 例如说哈 一个小饼干 然后你给他碰掉了一个脚 那两岁多的孩子 他就会有自己的小脾气了 那我就不同意 我就要跟刚才一模一样的那个小饼干 他可能就会给你来一场小脾气哈 那还有呢 我们很多家长还说到呢 说那个孩子到了两三岁的时候 就执拗的要自己开门 开半天 站在妈妈的腿上开半天 妈妈都累死了 但是孩子就要自己开门 还有就是摁电梯 对 如果你不小心摁了 他就不干了 对对对 从运来过 对所以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这个两到三岁的时候 可以隶属出很多这个执拗小宝宝的典型的故事来啊 对所以常常就会以发脾气的方式给表现出来 那该怎么办呢 你看啊一方面呢 我们呢其实要去包容和接纳宝宝的脾气 不能当宝宝发脾气的时候 我们去否定他 指责他 甚至惩罚他 那这样的话 孩子就会逐渐的就会觉得 我有这个主意是不对的 那你看一个有主见的宝宝 就是这样被变成了一个没主见的孩子了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们得告诉他 该如何去表达 我们可以去用启发式的方式 例如说我们问问孩子 你是不是想要巧克力啊 你可不可以跟妈妈再说一下 妈妈没听清楚 那么当你去告诉孩子方法的时候 孩子会更好地知道 如何去和这个世界进行友好的互动 嗯啊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运球 要求运送过程中 家长和宝宝只能用空气棒加球 双手不能碰球 在规定时间内 看最终能运多少个球 游戏目的 培养宝宝的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 为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游戏的比赛规则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宝宝和妈妈 已经在我们的起点做好准备了 他们手持加加棒 然后在加加棒的外力的帮助下 要加着这个球 通过我们的这个赛道 到达我们的终点 也就是爸爸在那边等待的地方 然后我们看看在规定的时间之内 哪一组家庭运送的球的个数多 哪一组家庭就获胜了 一定要注意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球不小心落地 不好意思 你要回到起点 重新出发 明白了 好 现在所有的小朋友和他们的妈妈 已经就位了 听我口令 准备开始 每个小朋友使用空气棒的方法不一样 对 看秋和宜小朋友这次怎么用 秋和宜在这种比较精细的运动面前 我觉得她表面都很出色 她是一个很稳的女孩子 她是和妈妈这样夹着球 对 这样的话对妈妈要求比较高 妈妈看不到后面的路吗 我们的相亲小朋友是边哭边完成任务 真勇敢这位小朋友 我觉得等她长大以后再回放 看我们七桥板的这段节目播出视频 她也会被自己逗乐的 跟她哭着完成比赛 很坚强 对我们经常在网上看视频 就是小朋友表演舞蹈 你记得吧 记得 哭得已经不行了 但是舞蹈动作人一下也没差 没错 我们看到灵溪小朋友和妈妈 完成得非常的顺利 而且速度也很快 在这个游戏当中 不仅锻炼了小朋友们的体力 而且还锻炼了他们和别人之间的配合的能力 金豆笑的真是 心花怒放的样子 大小金豆都一样爱运动 因为每个孩子她的性格是不一样的 对 也有像金豆这样热情奔放的小伙子 也有像何怡这样文静安静的小姑娘 刘欣怡像不像小哪吒 小福啊 对 小哪吒向前跑 踩着风火轮 江小已经不哭了 你发现了 发现了 早就发现了 何怡加油 倒计时了 五 四 三 二 一 比赛结束 表现都不错 给自己鼓鼓掌好不好 加油 最后一个游戏都累坏了吧 来 香情妈妈 来问一下您 孩子为什么最后哭了 刚开始有一个 她看到一个小朋友手里的冲击棒 以为是她自己的 所以她就上去抢别人的 结果跟别人就是 不好意思了 其实 对对对 然后就不太高兴 来问问你 来 新一 你为什么那么委屈 太累了吗 对 她跑得有点太快了 然后最后一个球很大 她没有追上那个冲击棒 我跑太快了 就是前面成功率是百分之百 对 最后一个我跑太快了 那个球很大 她夹不住 就掉了 你表现很棒 你知道吗 尊重孩子 形成孩子的自主感 穿裙子还是穿裤子 走左边还是走右边 吃西瓜还是吃桃子 读九色鹿还是读汤圆和饺子 当宝贝有选择的权利 她的自主感就能得到很好的发展 要知道 即使是正在学着走路的小宝贝 他们也是有自主意识的 尤其是在两岁和三岁的时候 被尊重和赋予选择权的宝贝们 他们的自我意识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发展 爸爸妈妈们 当你看见宝贝和别的小伙伴抢玩具的时候 你是否会为了大安的礼节和面子 强迫宝贝分享玩具 你是否会随意处置宝贝的东西 当你和宝贝的选择出现分歧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肯定是对的 这些问题 不知道爸爸妈妈们会做怎样的选择 帮助孩子维护自己的物权 捍卫自己的领地 并做出自己的决定 将是孩子人格成长的重要内容 不仅如此 孩子还要在自我发展的基础上 学会区分你的 我的 他的 这是社会性成长的重要内容 小飞机 多灵桥 多呀多灵桥 从这方儿飞得高 飞呀飞得高 千分白鱼 拉拉球 来将太阳 分过好 小飞机 多灵桥 多呀多灵桥 从这方儿飞得高 飞呀飞得高 千分白鱼 拉拉球 来将太阳 能做好 小飞机 小飞机 多灵桥 多呀多灵桥 从这方儿飞得高 飞呀飞得高 千分白鱼 拉拉球 来将太阳 分过好 看绘本听故事 让我们在快乐故事会 共度美好时光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本 充满了同真同趣的绘本 那就是这一本 松果在哪里 那这本书呢 是接力出版社出版的 小熊兄妹快乐成长 系列中的一个小故事 秋天的时候啊 小熊兄妹找了好多松果 并且呢 把它们藏了起来 可是春天到来的时候呢 松果都不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好了 下面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这个好玩的故事吧 松果在哪里 秋天到了 小熊壮壮和小熊果果 兄妹俩 准备去松树林里 采松果 树上的松果有点高 兄妹俩分工合作 壮壮蹭树 拍树 撞树 果果在一旁负责捡果子 咚咚咚 松果掉落好多 壮壮和果果开心地吃了起来 肚子吃得圆鼓鼓的 哦 还剩这么多 太好了 我们把它们运回去 留到冬天吃都好呀 可是运到哪里去呢 有办法了 果果在树皮上留个爪印做记号 把松果藏在了树洞里 壮壮把松果埋在了山坡上 在上面放了很多小石头做记号 冬天很快来了 胖胖的壮壮和果果 开始呼呼大睡起来 滚来滚去 滚来滚去 他们睡了好长一觉 醒来的时候 壮壮和果果都好饿好饿呀 他们想起了秋天藏起来的松果 想去找着吃 雪后的松树林白茫茫的一片 他们走到了秋天摘松果的地方 哇太棒了 树上的记号还在 果果找到了松果 壮壮找来找去 他怎么也找不到地上的记号了 果果一边吃 一边把自己找到的松果递给壮壮 壮壮结果松果 有些不好意思地挠着头 我的松果在哪里呢 春天到了 松树林里长出了一些新的幼苗 原来壮壮的松果在这里呀 好有意思的童话故事 小朋友们喜欢今天这个童话故事吗 在小熊兄妹快乐成长系列故事中 有好多这样既简单 又充满了童真童趣的 非常好玩的小故事 像找妈妈 第一次过河等等等等 这些故事呢 贴近儿童生活 非常适合 两到四岁的小宝宝阅读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啊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看会本 听故事的话呢 就多多关注我们的快乐故事会吧 特别节目 2022中国最美故事会开始报名了 中国最美故事会 聚焦中国原创儿童绘本的创作与发展 让小朋友们通过优秀绘本的阅读 表演和创作 品味中国文化 感受中国之美 领悟中国智慧 如果你热爱阅读 喜欢表演 擅长美术创意 都可以报名参加哦 报名要求 一 亲子故事会 以家庭为单位 进行绘本故事的阅读与表演 既可以是简单的亲子讲故事 也可以是角色扮演 或家庭小剧场创意表演 二 绘本剧表演 根据中国原创绘本 进行绘本剧的创作和表演 小话剧 音乐剧 人偶剧 木偶剧 等任何形式都可以 三 创意故事会 根据绘本故事 进行绘画 创意制作 玩具摆拍 小动画等创作 四 报名家庭和单位 需要拍摄视频 上传至七桥版栏目邮箱 进行报名 注意横屏16比9拍摄 好了 我们的舞台已经为你敞开 还等什么 赶快报名参加吧 我们的舞台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快乐时光就要开始了